话说庆祝新年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但对这位在泰国巴达亚遭烟火炸烂脸 而丧生的英国男子却非如此 根据麦谷邮报的报道指出 名叫Gary McLaren的英国男子和女友 去了当地酒吧街Bar Street 与朋友们一起过新年 午夜时McLaren兴奋地点燃了一些烟火 烟火第一次点不着 他又尝试了第二次 突然间烟火开始释放烟雾 但当他意识到危险时已经来不及了 烟火直接喷到他脸上 使他瞬间倒在路边 烟火爆炸引起了行人的注意 聚集在现场的人帮忙呼叫救护车 但当救护车抵达现场时 McLaren已经失去了意识 医疗人员试图为McLaren急救 但他的伤口非常严重 需要进行手术 McLaren随后在该地点被宣布死亡 他的女友则是抱着他的尸体大哭 泰国当地警方向英国BBC表示 McLaren在新年前几天抵达泰国 根据他在LinkedIn上的个人资料显示 McLaren在国际公路赛车队协会从事技术工作 在这之前他为林木MotoGP团队工作了11年 同时泰国警方已经为McLaren的身亡 与英国大使馆联系 据报道指出 目前医院正在进行验尸的动作